专业长,你好 车路老师好 你好 各局的朋友们大家好 全国各地各局分院的企业家朋友们大家好 真的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呢 跟大家在一起的再次的互动 那么今天呢是太平洋标准时间 也就是美西时间的2012年12月8号的 我们现在是下午的6点半 那么我知道是中国的早上的时间 所以在这呢跟大家说一声早上好 时间过得真快啊 我记得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 纳国艺老师呢 跟各局的国际部的几个小伙伴 第一次来到硅谷跟我们见面 那么在今年1月的时候呢 我又去北京跟邢院长见面 那么在今年5月的时候呢 格局商学呢就在硅谷成立了分院 也参加了硅谷创业节 当时我记得在分院成立的时候呢 这个邢志勤院长当时呢 说了几句话 我非常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呢就在这里 就在硅谷的分院这个舞台上 在这样一个地方 将来呢 世界级的领袖和科技领袖呢 可以直接和中国的企业家对话 同时呢有些重要的决策 甚至两国的政要也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呢 来交流 那么其实我们回头一看呢 我觉得这一年过得真的是飞快 我们曾经在这个舞台上呢 为大家请到了美国这个科学院的院士 胡振明教授 还有呢光纤产业的先驱 拱鞋建博士 还有呢就是 Steve Hoffman 让大象飞的作者 Funderspace的CEO 还有Red Herring的CEO Tony Perkins 那么还有呢 就是台湾的观光业的教父 盐长寿先生 还有很多啊 那么刚才呢 我在看大家这个广告的时候 写到一个就是 有一位老师讲到的什么 叫鬼谷绝学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叶富生教授 要跟我们讲的是 鬼谷绝学 可以说是鬼谷绝学 叶富生教授呢 他可以说是产学研方面的专家 那他不只是有这个教授多年的 这个丰富的知识 同时呢他也有产业的经验 那另外呢 他在研究界有很多的成果 这些呢其实呢 在跟其他的专家相比呢 他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就是 他曾经也有从政和外交方面的经验 那么这些从政和外交的经验呢 可以让他站在一个大的远景上 去看在世界的角度 在国家的角度 去看整个行业的走向和发展 那么我们格局的小伙伴呢 给叶教授做了一个视频的介绍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叶富生教授的介绍 叶富生 硅谷科技界杰出华人代表 赴美取得半导体材料学博士等学位后 1979年返回新加坡服务 就任新加坡经济发展局高科技组长 新加坡科技园首任园长等职务 后担任新加坡驻欧共铁和比利时公使参葬 并曾荣获法国政府著名骑士奖 身为中美新三国学术和科技界桥梁人物 叶富生多次为联合国 市航亚航和企业担当顾问 1991年以来 累计为7000多名中美企业家和大学生 将受科技创新与创业 中国经商企业行为等课题 接待访问斯坦福和硅谷的中国考察团 50余次 本期格局商学经典管理 美国旧金山湾区科技顾问 斯坦福大学进学教育教授叶富生 精彩分享硅谷高科技企业如何创新 解读硅谷成功之路 好 我们刚才看了这段介绍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叶富生教授 有请叶教授 谢谢大安娜 谢谢DVTV电视 还有就是格局商学院 今天很高兴地来到这里 给大家讲硅谷的创新 那么刚才我要稍微纠正一下 我第一次来硅谷不是十几年前 我第一次来硅谷大概是四十年前 那么在硅谷跟外国的比较下 我先把自己的那个 好 那么这是我一点点的履历 刚才大安娜已经说过了 就是我在企业界研究 然后也当过官 在新加坡当官 科技官也当过外交官 那么最近十几年了二十年了又回来硅谷了 那么这二十年来主要是在大学里面叫NBA EMBA都在硅谷方面呢 有比较多的那个经验 好吧 那么今天呢 我要谈到创新 那么这是今天的主要的课题 什么创新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字眼 那么还有我要讲到这个 创新这个集群 还有讲到什么是硅谷 那么硅谷为什么会成功 还有很重要一点就讲到颠覆性创新 就是disruptive innovation 然后呢 下半段我们就用一些颠覆性创新的那些案例 给大家谈谈 那么最后大概半小时呢 我会讲到那个激情 乐趣 偶像等等这个元素 这可能我是跟别的这些专家有一点不同 因为我在美国的时间的确是很久 有时候开玩笑自己是半个老外 那么因为在新加坡出生长大 所以呢 那个英语啊 还是可以算是半个母语吧 那么这方面呢 我还是外国人的这个 激情啊 在那个乐趣方面是很重视的 这个也是硅谷和别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好吧 好 我每年都到国内讲课 那么2012年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到 就是说这个北京精神啊 那时候已经谈到爱国创新包容 后的 还有这个创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两个字眼 那么这个呢 在以前都没有这么多的那个重视 那么从那么我们后来呢 总理在2014 2016就已经开始重视谈到这个大众创业 观众创新 那么当然今年的十九大 习大大也再三的在强调这个创新 所以现在创新是国内最重要 最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从不同的眼光来去看 这个创新 特别从硅谷这方面的眼光来看 好吧 那么好 这是我自己编下来的七个比较大的那个趋向 是这个最近30年来比较大的这个科技的趋向 那么第一就是互联网跟自动化 这个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互联网大概20年前开始吧 那么互联网第一个消息是从UCLA跟Stanford Research Center中间发的这个email 那么还有就是全球化 大概你们也看过 今天因为我这25年来教学比较多 所以我常常今天呢会常常会谈到这些书本 那么你知道Friedman教授 有本书叫做The Earth is Flat 就是地球是平的 那么这个就是代表说全球化 就是说地球不是圆的 你知道葡萄牙 西班牙 意大利的航海家发现地球原来是圆的 你跑到尽头不会掉下去 那么现在变成一种反调了 就是说其实地球是平的 为什么呢 你的手机 你的电话 你的电脑 你的汽车 里面不是一个国家的了 少者十几个国家 多者像汽车的话 有四五十个国家造的东西都放在汽车里面 或者放在你的笔记本电脑里面 所以全球化的趋势下是很重要的 就是什么地方制造这个东西便宜好的话 就在那个地方制造 好 绿色环保 这个当然很重要了 我两个孩子现在从事环保 我在国内94到2001 那时候就有一个治理白色污染的公司 我那里当总经理 还有人口老年化 这个也导致很多医疗方面等等在创新 那么好 第五 第六 第七可能是今天说的比较多的 第一个就是共享经济 今天我会谈到Airbnb 大家国内也知道滴滴答滴 U部等等 那么还有别的共享经济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发展 现在很大的公司都是叫人工智能 这个是国内现在是也非常激进 大家都在谈AIAI 这个也很重要的 那么金融科技的崛起 那么今天我就不会太过说的太多 这个也很重要的 你们可能要知道 就是银行 保险公司 贷款公司 现在的处境就等于邮局20年间 30年间的处境 会受很大很大的冲击 我把它叫做海啸 为什么叫做海啸呢 我大概 我一个月前在西里兰卡去玩 西里兰卡去玩 那么我在那个很漂亮的沙滩上 我看到那个大海 那么导游就告诉我说 这个海滩2004年海啸 这个大浪就全部 就是冲到里面去 就西里兰卡本身就死了 三万多四万人 那么你们可能如果回头看 这些YouTube或是优酷 当时海啸来的时候 在泰国南部或西里兰卡 在海滩上玩的人 有些人还在拍照 小孩子在海滩那里玩水 不知道30秒钟后 或是两分钟后 他们就被会打到水里面去 很快就会死掉了 所以我就把它叫做海啸 那么比如说现在的银行 跟那个保险公司 就好像站在这个海啸前面了 那么你知道马云 这个阿里巴巴 这个冲击了多少的行业 在国内 对吧 很多那些零售的行业 已经是就被消掉了 所以这个就 我就把它当做海啸来处理 这个我希望大家可以看 你现在面前的海啸 还没到你那里 但是你要知道是海啸 要怎么去避免 那么还有我建议大家 每一年年底的时候 就看看财富 就是Fortune Magazine 它有登财富500强 你们应该注意一下 不要说你读MBA才去注意 那么我已经是 几十年来都注意了 那么我今天就不把 那个1985年的登出来 那么如果你85 95 2005跟2015比的话 你就看出很大的变动了 1985年 市值就是市场价值 最高的十个公司里面 一个都没有是电脑的 当时最高的应该是Exxon 或许说通用汽车公司 这些大公司 那么2015 就市值最高的十家公司里面 已经有五家是IT公司了 那么第一个就是苹果 还有谷歌 这个Alphabet集团 微软 亚马逊 Facebook 更有意思的就是 除了苹果是卖 硬件之外 其他四家公司 都不卖硬件的 都是很虚的东西的 没有工厂的 这些公司 却是市值前十名的公司 那么这个也是翻天 覆地的那个改变 这个我希望大家也要重视一下 那么我们向他们看 第一 市值是Apple 然后是Alphabet 微软 第三 然后Exxon 那Berkshire Hathaway 大家知道吗 同学们 这是你们很追踪的 巴菲特先生的总公司 叫做Berkshire Hathaway 第六是亚马逊 第七是通用电力 General Electric 第八是面书面铺 第九是Johnson & Johnson 然后才是银行 别的 那么第十四是我们 中国通讯 第七是中国建航 那么当然现在中国的公司也要往前进军了 那么最近我看到这个腾讯 阿里巴巴跟华为这三家公司 在市值方面也一直往前进军 好 那么我就说了 我喜欢引用一些教授的那些书 今天我特别为大家打了个领结 就是很象征这个哈佛 斯坦佛的教授 喜欢带的这个领结 那么这个是很早期 哈佛教授 我今天我忘了把英文写上去 这个叫做Michael Porter 这是一级的这个大师 如果你在百度上查查看 这个商学院 或许说 讲企业的 世界的大师 如果前十名的话 Michael Porter 一定是排第一 或许前三名是一定的了 这是非常有名一个哈佛教授 那么他最出名的一本书 就是叫做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里面就有谈到 这个局群的这个一个词 今天我没有把那本书带来 别的书我都带来了 就是每一个区域 每一个国家一定要有它的 这个竞争的优势才能够成功 一个国家 一家公司 一个区域都要有 那么我在新加坡 给新加坡政府 几个领导 几个总理 都直接间接地做过 你知道新加坡 是一个用一个国家来讲 也是非常颠覆性的改变 1965年 新加坡被马来西亚 这个踢出来之后 要生存 他们已经决定说 不能够再用 因为没有地方 没有资源 没有人力 没有市场 那怎么竞争呢 那么就是 引用外国人来投资 用新加坡人的劳力 脑力 去跟别人竞争 所以这个变成新加坡 这五十多年来的 competitive advantage 就是用智力 用地理的优势 去跟别人竞争 那么我们谈到硅谷呢 待会我就会谈到了 硅谷是一种区域的竞争 那么今天我又 下面是我自己的 主观的几个定义给大家 那么创新产业的集群 那我先问一下了 比如说如果我说到 好莱坞 你们知道了 那么好莱坞是什么集群呢 就是拍电影的 各种工业跟人才的集群 你要写材料的 或许是导演演员 拍电影的地方 好莱坞都有 所以好莱坞这个电影集群 很难超过它 那么深圳呢 早期是制造业的集群 那么现在变成高科技集群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往这个创新集群去 但是现在全世界 最成功最有名 最突出的科技集群 创新集群 还是我们这里的硅谷 好吧 那么还有别的地方呢 就是台湾的新竹 新加坡的Kingrich 印度的Bungalow 以色列 还有北京的中关村等等 这些地方都开始聚合了好多这个企业 创新集群的辅助工业等等 好 就这些地方我都去过 当时八十年代初 我在新加坡被命 委认为 新加坡科技园第一位园长 我就到这些地方去参观 去取经 把他们的经验带回来新加坡 新加坡成立了第一家 在Kingrich成立的一个科技园 现在是相当成功的一个地点 有机会大家去看一下 那么谈到硅谷 那么我想强调一点是 如果你有一个书本 这个地图册子的话 你如果在后面去找国家 什么国家都有 你可以找到梵蒂冈 你可以找到哈莱坞 但是在国家跟地点跟城市里面 没有硅谷这两个字 硅谷不是一个城市 不是一个区域 不是一个省 不是一个县 是一个区域的名字 就是代表 你们到过旧金山的朋友们 你们就知道 这个大概在 Berlingame那边嘛 那个就是 西北角 西北角那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机场 然后你往南走 101往南走 在斯坦福大学 就是Pala Auto 之外呢 这一带都叫做硅谷 因为现在有这个共享经济 Ubo Airbnb 都是在旧金山 所以旧金山也等于 硅谷的一部分 所以硅谷是像一个 一个细胞样 现在是越长越大 而且一直在生长 所以硅谷是一个 下面就告诉你了 硅谷不是一个城市 是个什么东西呢 待会我会跟你讲一下 还有硅谷的历史 介绍 有一些 看你的年纪 如果在你来讲 如果你是三十多岁的话 你就会记得谷歌 你可能会记得Yahoo 对吧 如果你是四五十岁的话 你会知道有惠谱 跟Intel 好吧 那么如果你是 所谓90后的话 那你当然会想起 谷歌 Facebook 那么Twitter ABMB 这个最新的公司 其实硅谷的前身 一百年前 是果园 是农场 是马场 那么 第一批的工业呢 并不是半导体 有些人说错了 是半导体 Intel 那是不对的 早期呢 是因为二次大战 需要有这些军工啊 那么这里有一个NASA太空署的研究中心 那么Lucky Martin 在这里的附近都有搞研究 就开始带动了这里的科技发展 那么惠谱是 现在的硅谷的老主 老主东 是惠先生 普先生 是斯坦国毕业的 建立了第一家 在车库里面建立了第一家公司 然后之后有Fatchel 有Intel 70年代 76年就有苹果了 那你们大家比较熟悉了 那么连带下来 是像一个 所谓 一个树一样的 那么往下涨 那么现在是 几十万家公司了 那么 好 成功的因素 那么大家是 来这里取金 对吧 那么 硅谷为什么比别人都成功呢 好 要钱是重要的 时间是重要的 这个人才 当然很重要了 那么技术 当然需要技术 那个客户 名誉 那个 亲程好友的帮助 那么中间最重要 硅谷最重要是 什么 什么 因素呢 我让你们 考虑 十秒钟 你自己 不用打我 你心里想是什么东西呢 心里想是什么东西 在硅谷 最特殊的 最 别的地方 没有的是这个 是激情 是一种 崇拜 一种激情 一种 冲力 一种 那个 思维 这是我今天 要主要强调的 这个可能是跟 别的 专家 讲的 也稍微不同 因为我刚才 半小时前 说过了 怎么说我还是 有一点老外的脾气 所以我知道老外呢 这一点呢 通常都讲到最后 都是说 Oh You gotta love what you're doing You gotta have passion 所以今天我就借一借 老外的 这个 激情啊 这个就传授给大家 好 那么成功的因素呢 就是高科技 当然有了 我要 强调一下 多元文化 多元种族的平衡 这个呢 我在国内 讲课 我在美国讲课 比如说 我思想过的课 下 一月要开始了 两个班 一个班 三十个同学 另外一个班 三十个同学 那么通常我第一天 我都叫他们 好 站起来 说你叫什么名字 你在什么城市出身 然后呢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 还是你在什么 公司工作 或许是你是干哪一行的 那么我就做一个统计 那么一年前呢 我最高的统计 一共六十个学生 十八个不同的国家 这是非常非常可观 非常特殊的 在美国别的城市 别个地方 一个课里面 有十八个国家来的学生 机会不大 那么在中国呢 我可以说 大概是99%吧 是中国大陆出生的 可能一两个是台湾 香港出生 新加坡出生的 那么大部分也是中国人吧 那么绝大部分是汉人吧 那么这方面呢 美国是很多元文化 多元种族 那么硅谷呢 北加州是特别这一点 那么多元文化 多元思想 就插出这个火花 插出这个创新 我下半段会谈到几个 我的英雄啊 就科技界的英雄啊 比如说乔普斯啊 伊朗马斯卡 我们知道的杨智元啊 Bringman Page啊 谷歌的Bringman Page 是俄罗斯出生的 那么伊朗马斯 南非出生的 那么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不同国家 不同种族的学生 跟高科技专家 在这里就插出火花 所以使到硅谷呢 更加创新 那么还有 这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不怕失败 这个risk taking culture 是我要再三强调的 资金 中国有 新加坡有 企业家精神 中国也有了 成功和自信 这个也非常好 所以今天我会谈到 这个 英雄 跟偶像 然后这个非常重要 是不怕失败 还有扁平式的组织 美国的社会 你知道了 是特别扁平的了 如果今天 Donald Trump 现在如果他走进来 我可以上去 拍拍他 Hey Donald How are you doing 对吧 那么对不起 如果习大大今天来了 我怎么敢呢 他是主席主席 对吧 所以这个呢 不是说我们不尊敬 就是说美国 这个扁平式的机构 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的大公司 基本上都是 敞开式的 那么有一些 像Elon Musk 连房间都没有 就坐在外面的 如果有房间 通常是开会的 因为不想 别人听到 但是很多 开会的房间 也是玻璃门的 就没有秘密的东西 给大家知道 应该让大家看得到 Zagabak就是这样 常常就在你走 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一个公司 没有什么秘密的 大家都能够随时可以交流 扁平式 但很重要的 就是不怕失败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这里 如果你找工作 如果你孩子 22岁 或许23 24岁 名校毕业 不名校毕业都好 你再贵贵找到 第一份工作了 24岁找到工作了 如果30岁 你还同一家公司工作的话 其实是对你不利的 如果你从24岁到35岁 都同一家公司工作的话 第二家公司 通常就不会请你的 为什么 就代表你没有上进心 你不能够承担风险 你不想做别的新东西 我常教这个课 我就开玩笑 就等于说 我们说好莱坞 好莱坞是这个世界的 这个电影明星的集中的中心 如果你在好莱坞 你是个明星 你35岁 你没有离婚三次 人家觉得你有问题 对吧 所以同样的 我们在硅谷 如果你35岁 你只跟一家公司工作过 那是对你不利的 所以就希望你能够去 现在很多学生毕业之后 就不到大公司去了 有些都不去谷歌 不去Facebook 不去Tesla 去什么 去Startup 就是新创公司 他们抱着一个想法是什么 他要很快的 有一天IPO 有多少IPO的那个例子 或许说给微软 给Facebook 给谷歌 给这个 就买掉 这个也是他们得到的好处 那么他们得到这个钱之后 不是就开始去旅游了 去玩了 他们很快的 就再去Start第二家公司 这是硅谷的这种精神 是非常重要的 好 这下面是 因为我可以说是 这个专家 这个 别的地方 我不能说是专家 我是科技员的专家 那么这里呢 我写了几个 那个标准 让大家 如果在座 听众里面 观众里面 有搞科技员 搞高科技 这个 集群的 同学们 你不妨参考一下 那么第一 就位置 位置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说 不要在 太遥远的地方 那么 比如说 日本的朱波 是失败的 还有 四五十年前 那个 苏联有一些科学城 也是失败的 因为它在 在西班牙 朱波为什么失败呢 朱波是离开 东京 三个多小时的高铁 当时的高铁 那么那边呢 就是农田里面 做了一个大城市 全部把那些 研究员都放到那里了 跟工业没有关系 跟大学没有关系 结果是失败的 那么在我自己的 全世界 去了十几二十个科技员呢 我发现一个定律 就是说 你的地点 你这个科技员 高科技中心的地点 应该跟一个大城市 一个一两百万 至少的大城市 距离不能够超过 九十分钟的车程 因为人呢 是肉做的 而且永远不会改变的 如果 你要请个专家 你要请一个顾问 叫他来你公司 讲课 或许修东西 做什么东西 如果是三个小时 人家来不来了 你这个钱我也不赚了 对吧 所以呢 你这个 选地方的话 就像买房子一样 一定要地点 要比较中心一点 那我们新加坡的 科技员呢 距离市中心 才十五分钟 非常好 这个新竹 就是正好九十分钟 还可以成功 海淀当然 就算堵车的话 也半小时 一个小时吧 到市中心 好吗 这点是比较重要的 要提醒大家一下 好 第二个是 基础设施 这个呢 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国内 这 我就 我1981年 第一次到中国 我是新加坡出生长大的 这三十多年来 突飞猛进 特别 2001之后 这178年 实在已经超过 赶上 超过欧美 甚至新加坡香港 有些地方 都比不上上海 北京 这个深圳 广州 这些 中国的一线城市 这个你们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不谈了 好吧 第三个标准 这个我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普助设施 普助设施就是什么 比如说VC VC就是风投的公司 风投专家 风投公司 这国内也开始有了 还有律师事务所 但是 律师事务所 要用英语的 因为世界上 专利权呢 主要还是欧洲跟美国 特别是美国 通常都要用英语 去写专利的 那么这不是普通的英语 不是说你 Holly Do How I Do 这种英语 是很专业的英语 很不容易的 所以这方面呢 国内的 还有一点缺陷 那么现在国内 最缺陷的地方 就是在股市 我觉得最左边是上海的股市 很有意思的 我跟美国的差别是很大 中国是红的是生的股 在美国红的是亏钱的股 所以有时候 早期我不懂的 我一看 怎么都是红的 那你们还为什么登这个照片 就是开门 开门红 就全部在涨了 是吧 所以 这个是中国跟美国的差别很大 美国红的股市 亏钱的 在中国是反过来 那么 总之呢 国内的 我要注意一下 我不能乱批评 就是说 中国的股市呢 这么说吧 需要更加健全化 因为现在国内大部分的公司 要IPO 都争取到哪里 最终是想到 纽约去IPO 对不对 再不行的话 香港跟新加坡 因为如果一家 新上市公司 如果是只在深圳 或许上海上市的话 第一 好 这个股票 如果不是在 那个一定的范围中 外国人买不到 还有就是 最近这 三年半四年吧 深圳跟上海的股市 都是平的 那么 变成没有什么投机的 这个机会 所以 但是 New York Stock 就一直这么上 所以 中国的股市呢 这方面要 稍微健全化一点 好 第四个标准 这是 政府支柱 这点呢 中国 特别新加坡 做得非常好 但是我要给大家 提醒一下 你知道吗 你们不是要 仿效 这个硅谷吗 美国吗 特别是硅谷 没有政府支柱的 没有人免费的 给地里去盖 房子 给高科技公司 没有人 免费的给你 研究基金 没有人 免费的 借钱给你 有好多VC 就是Venture Capital 这点 所以 政府支柱 在新加坡 在中国来讲 是很重要的 在美国来讲 一点不重要 而且 没有任何的作用 所以这点 我们大家要分开来说 好 第五点 好 这点呢 对不起 这个我先过了一个 这个呢 是国内非常强的 特别在海淀 世界上三个城市呢 这人才积极 一个是我们北加州 这一带 第二个是Boston 那么第三个我知道 是海淀 区 很厉害 上海也不错 但是集中 没有集中的那么厉害 深圳也是 那么 特别在海淀 就一百多家的研究中心 跟大学等等 是非常可观的 那么这个是 国内的这个优势 但是下面 我就看第六 第七 那就是国内 中国人 亚洲人 需要 改善的 这个生活环境 我在北京住 90年代 2001年离开 当时已经开始有雾霾了 开玩笑 我就跑得比较快点 最近的雾霾是很厉害的 当然我听说这三年了 14年之后 又开始在改变了 非常好 因为不能够 到了一个程度说 人家为了环境不好 所以就不去那里工作 不去那里开公司的 我给你很好的一个比喻 就是说 我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 在美国有两个高科技中心 两个最重要的高科技中心 都不相上下 都在比较 一个是当然我们硅谷了 另外一个是什么 你们现在都没有听说了 就波士顿的128号公路 因为这是40年前 IBM 黄安电脑 如果你们就大一点 都知道有黄安电脑 Data General 等等等等的 那个大电脑公司 科技公司的总部 都在波士顿 那么现在波士顿 基本上 生物科技还有一点 AI还有一点 这个别的科技 是远远比我们 这个贵国差得多了 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 是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人 很多高科技人 对于生活的数字 越来越重视了 前几天开始 东岸又特别冷了 那么你知道到了 12月 11月 2月 3月 雪就到人那么高 那么你就 每天要去残雪了 也就是说车都发动不了 那么你年纪轻的时候 稍微好一点 年纪大了 老教授 还等等的就不愿意了 要所谓移民了 逃到哪里缺 第一首选 就是我们北加州 或许南加州 或许西雅图 这些 这个风和日丽 气候比较好 不用残雪的地方 这很重要的 国内这点啊 我希望大家比较重视一点 甚至我们深圳的朋友 我也希望说深圳的 在生活环境 能够搞得更好 不光是娱乐 在文化方面 这个大学 还有这个交响院 这个博物院 文化馆 休闲的地方 要比较好一点 不要让人家 假期都逃掉了 如果假期都逃离你的 那个区域的话 就代表你生活环境不好 我们北加州 过年过去 很多人都不走的 因为这里实在是 环境是非常好的 下面两个是最重要的点啊 我要多花一点时间 那么这个就是 我常常说的 你也听很多人讲 就是说 这个风险的 这个文化 冒险 能够承担风险的 这个文化 这个是 一下子很难改变的 特别我们中国人的 那个长期的文化 都是比较保守 比较内向 比较谦虚 比较等等等等啊 那么 但是在高科技 在创新方面 这不是一个好处 这个呢 我要大家 这个注意一下啊 那么 怎么去改变呢 不是一朝一夕 不是一天 能够改变的 我可以说 从你自己做起 从你的公司做起 从你教学做起 我就在我教学里面做起了 我出的题目 我怎么去打分 我怎么鼓励学生问 就开始 如果有家长 像我有两个孩子 像都大了 你们家长 怎么教孩子在家里 是不是说 乖 不要出声了 少说话 我们有时候 开玩笑谈 如果有时间 我先说一两 一个笑话 我听李远泽 就是我们台湾的 那个诺别德奖人 也是在新加坡讲课 他就开玩笑说 中国家长 跟外国家长 都不同 特别是犹太 犹太人家长 都不同 我们中国家长的话 孩子们回来说 很高兴 爸妈 我今天考了97分 爸妈就说 97分 那三分到哪里去了 就说 就觉得说 没有100分是不对的 好吧 那么 但是 特别是 犹太家庭 孩子们回来说 爸妈 我考了多少分啊 他们不是那么重视 就说 今天你在学校 学到什么东西吗 今天你在学校 有没有 enjoy yourself 好吧 你今天在学校 跟老师互动得怎么样 跟同学互动得怎么样 你解释一下 今天在学校里面 大学 学的一些什么东西 这种精神 是很重要的 不要光是 在考试方面 做文章 考试 如果你看 那些全世界 这个比赛 一个PISA这个比赛 14岁的高中生 全世界比赛 前五名都是东亚的地点 新加坡 香港 台北 本来是上海第一 后来他们说 上海是选拔人的 就把中国全部放进去 那么就算 中国 中国的是上海 北京 深圳 广州 选出来 一起参加的 也好像考第七 那么前十名呢 大概八名是 东亚的地点 跟经济 那么我们东亚人呢 考试比谁都好 但是如果你看评论 创新的话 创新世界国家 创新力 最高什么国家 不用说了 美国第一 那么中国是 好像排第十七 所以考试成绩 跟创新力 是不成正比的 这点要注意一下 因为主要要有冒险文化 最后一个也是 今天我会多花一点时间讲 个人激情 跟团队精神 我已经开始把一些 我的 大家在硅谷的英雄 把它播出来 给大家看 下面乔卜师 小杂 还有团队 我就特别重视 拿一张照片 有中国人 有黑人 有白人 有印度人的照片 就是多元文化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示范给大家 还有我们这里有好多 这些团体 像DDTV也是 这些社团的团体 我们中间的这些关系 所以不是光是中国搞关系 我们在硅谷完全是搞关系的 都是我们的电脑上 我们的电话上 就一大堆各种各式 各个行业的朋友 搞VC的有 创新的有 大学教授有 这个银行家也有 我们做事情就比较方便 这在中国是很需要 这点 好的 我就开始离开这些条 刚才我说了七个标准 就怎么去做 建立一个科技园 或许是科技集群 这个很重要的 不要买一种房子 国内来的团 我们也都接待十几个团 到现在为止 大概七八十个团了 这七八年来 那么通常都来拍照 那么拍视频 拿你的PPT回去 那么想说 我们想复制一下 有人说过了 硅谷是可以仿造 不可能仿造的 你可以学习 但是不可能仿造的 为什么 有人就说了这句话了 Reed Hoffman 就是领英的创始 领英 Lincoln 这很好的一个公司 国内呢 Facebook 谷歌不能用 但是你可以上领英 我建议大家同学 如果你在领英里面 没有户口的话 你马上登陆领英 建立一个户口 把自己的背景放上去 Reed Hoffman 你说了一句话非常好 我用英语说 Silicon Valley is a mindset not a location 那么中文就说什么 它不是一个地区 不是一个地域 它实在是一种思维的模式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来你光是拍照 就算你把这里的房子 全部挖起来 拿回去 把人都抢了 带回去 全带回去 不可能了 就把最聪明的几个 就请走 你到了别的国家 种下去 还是养不起来的 因为这里呢 有一种思维 有一种生态 我这里没加上去 Ecosystem 是别的国家 别的地方 很难仿造的 好吧 这很重要 好的 下面 好 我不能够忘记 斯坦佛 我在那里是特约教授 但是我就非常非常的 幸运 很lucky 一月呢 我要开课了 是我第十年 给斯坦佛的聚教 教项目管理 我也教过别的课 这是世界现在排名 是越来越往前的 这个非常牛 国内叫非常牛的 一个大学 那么我没时间 一个个给你们说 就是不管商学院 工程学院 医学院 法学院 心理学 教育学等等 都是前三名 有一些第四名 第五名 基本上没有弱的学科 这个大学是 很不得了的一个大学 我们跟它有关系 非常非常幸运 那么还有很重要的就是 没有斯坦佛 没有硅谷 没有硅谷 没有斯坦佛 这两个是复补的 当然我也不要忘记 这个过了大桥 那个Berkeley U.C.Berkeley 这两家大学 在硅谷呢 是就很重要的 这个领导的 这个地点 而且是很漂亮的校园 你们来的话 欢迎你们来参观 好 那么这个 我就是刚才说了 就是在美国的知名度 非常高 虽然 U.S. News 排名是 Princeton第一 或许哈佛第一 那么斯坦佛 一直是第四第五 跟MIT在一起 但是 长期来 如果问学生跟家长 你如果所有的大学都收你 你要去哪个大学 他们都首选说 斯坦佛大学 好吧 那么现在收的那个 每年收的那个百分比 只有4.69了 非常非常低 这是全部的收的率 那么对不起 国人等等 收的那个率 还要稍微低 好吧 那就另外说吧 那么别的 还有很多科技界商界 政界运动界有名的 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Bream Bream & Page 就谷歌的杨志远 雅虎 惠先生 朴先生 Andy Grove Intel的 Peter Thiel 我待会也会讲到Peter Thiel 然后 李嘉诚的第二个儿子 在这里 读了三年 就离开了 Tiger Woods 打这个以前 打高尔夫打得非常好的 Steve Chu 能源部部长 还有 最近两年前 郎平女儿 在这里也毕业了 所以我们有政界 商界 特别高科技界 这个很多名人 那么运动员呢 也很厉害 这是哈佛完全不能比的了 每一年 每四年的 这个 这个 奥运会 三个大学 一个是斯坦河 一个是Berkeley 一个是USC 正好这个三个大学 我都非常熟悉 这三个大学 运动员拿的奖牌 如果是当一个国家来讲的话 好像是排名全世界第五 好吧 所以我们这里的学生 不是师资发达 头脑简单 是师资发达 头脑也非常好 这个是很难得的 我们学校不是体效 不要忘记 好吧 好的 好 我们说过人才 这个稍微带过一下 刚才我说过了 一个硅谷 这个我们这里的人才呢 是比美国别的地方都多得多了 只有波士顿可以跟我们比美 那么哈 这个海淀也非常好 好 我现在要开始又要用到一本书 那么这本书呢 今天我这个造势有带来 好吧 这个你们不见得要买啊 国内有这些书都有的 非常好 国内 我是正版的英文书 我都看过的 这本书呢叫做 创新者的军 军 是吧 这是念的对吗 崇敬 对不起 对不起 崇敬 创新者的崇敬 就是dilemma 就是 崇敬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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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这个是怎么说法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大家就说 你读那个 MBA不是说 客户都是上帝 对吧 一定要听客户讲 客户永远是对的 那么这位教授 Christensen教授 就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说法 这不一定是对的 有时候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 有一些东西发展啊 就像海啸一样 你不注意的话 会把你覆盖掉的 我待会会给你们示范一下 三十多年前 我是一个摄影 这个发烧友啊 拍得非常好的啊 你们都知道了 以前 一下最有名的公司是什么 柯达公司 现在柯达什么 两年前 道琼 关闭了 那么为什么一个三十年前 是打遍全世界的一个公司 反而一下子 不到十年 二十年 就完全消灭掉了 因为 他们只把胶卷 因为客户都是用相机的 用胶卷相机的 都是想说 你胶卷给我弄得更好 颜色更好 更便宜 你给我冲洗的时候 更快 那个纸张更好 等等等等 有没有人说 我不要胶卷的相机啊 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呀 那么 所以这个柯达公司 根本没有去 去进行这方面的 去发展 但很可笑的就是 早期的数码技术 是柯达先发明的 但是他们没有 好好的去发展成为产品 然后去 这个进攻这个市场 那么 那么给别的公司 开始做那个数码相机 开始的时候 不是这么成功 效果不太好 那么到今天 基本上已经 没有人用胶卷机了 我也是 这个 保持了最后了 我大概三年前 最后把我的胶卷相机 待会我给大家看 丢到房间里面去 不再用了 我最后 我觉得 还是数码机 可以赶得上来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 教训给大家 那么 工业史里面 有好多这种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 他们就说 你不要 不要要注意一下 那么要怎么做呢 就希望你的公司 不要同一批人 去搞创新 要找一些 不是搞正统的行业的 去创新 所以你看 为什么谷歌 成立一个总公司 叫做Alphabet 然后分开 另外一家公司 去从事 这个自动驾驶技术 阿发狗 还有无人飞机 这个 Google Glass 等等 就是 你要把人才分出来 把钱分出来 不能够叫搜索的人 去管一些人 叫他去做 跟搜索没有关系的 那个创新 这是做不到的 这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建议 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分开 让别人去做 好 那么 不要忘记 因为国内常常也说 哎呀 我们也很创新 什么什么 我不贬低中国 中国现在是越来越强了 但是不要忘记 很多所谓的创新 是一种持续延续性创新 比如说又来了一个APP 或许又来了一个机器人 那么这个机器人 能够做一个 上次别的机器人 不能做的东西 那不是一个颠覆性的创新 就好像 77是改变世界的 77到今天也是 把最多几亿人 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 把这个世界全部沟通了 但是 第一个是707 没有717 有727 737 然后77是最重要的 然后757 767 现在大家都飞777了 787了 所以从77到787的改变 是一种 一个值的稍微改变 但不是一个颠覆性的 那么你看 一个 用胶卷的相机 变成今天的数码器 这个是完全颠覆性的了 所以中国也好 你的公司也好 要注意这种东西 不然的话 你会被颠覆掉 好 我又带来这本书 这本书呢 国内的同学们 大概会比较知道 从零到一 就再次就说了 所以国内呢 要知道这个零到一 这个是非常好的 这本书我建议大家去看 很简单 这是我自己画的图 那么我给大家 区域也好 公司也好 地方也好 你现在你个人也好 你是从事哪一个 叫倒挂金池的 哪一部分的 深圳 我先到深圳是1985年 那时候是做这个的呀 那么现在的深圳 已经开始一到一百了 非常好 那么中间在 但是中国呢 还是有一天 要跑到颠覆性创新 从零到一 好 我现在介绍 今天比较重要的一个 这张PPT 然后我们就休息 正好 非常准这个时间 那么这个是 可能比较最难的一幅图 要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所有 世界上所有的新科技 所有的服务 所有的新产品 一定经过一种 这样的接受 然后这个曲线 下面的面积 加起来就等于一百 所以任何东西 简单一点 就是说USB也好 DVD也好 我待会给大家讲一下 DVD也好 DVD呢 是大概90年代吧 开始很流行 现在DVD DVD基本上已经完了 到最后了 那么这里有一张 这个3.5寸的这个盘 那么现在没有人用了 年轻孩子都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了 这个已经完蛋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重视讲的就是 你是在这两个曲线 是在哪一个地方 如果你是在这个地方呢 你要特别重视 好吧 那么今天我们就从这里 休息一下 回来我再从这个图开始 再说一遍 就是说任何科技 任何服务都好 成长呢 接受呢 一定是这样的 你现在是晚期 还是早期接受的 加起来是这样的 到这里就失败了 完了 那么另外一种新的颠覆科技 或许颠覆服务呢 就会接管 所以这个地方重要 是最重要的环节 大家重视一下 那么我们休息完之后 我们再继续从这个图开始继续 好的 谢谢